就在桃園一文特区总图旁边 看到这家刚开半年左右的美花铁板烧 距离南平黄昏市场很近 附近就有停车场停车方便 宠物友善餐厅 用餐环境 前进明亮舒适 调味不会过油与过咸 吃起来身体较无负担 饮料柠檬水与红茶 无限畅饮 肉类与海鲜都有 现点现尖 在眼前就像是在享受一场视觉饗宴般 可以试试不同的主食 店内的大铁板就是师傅们工作的现尖料理区 坐在铁板面前是最抢手的座位区 可以看到现点现尖的功夫秀 我们很 使用铁板炒的空心菜口感很嫩 也可以选择辣度 像其他人都选不辣 只有我选小辣 反而比较有味道 可能是 荷包蛋可能煎的温度太高 所以表皮吃起来都苦苦的 即使淋上酱油膏 还是掩不住的苦味 这 草虾已经很贴心的 已经包好壳 方便食用 但或许也因为如此 吃起来比较淺 鲑鱼卵吃起来越有腥味 这应该可以不用加点 加入满满的起司 吃起来会有千丝的效果 但也是同样表皮会苦苦的 不知道当天的蛋是火候没掌控好 还是怎么回事 肿 鲑鱼表面 有撒上一层胡椒盐 吃起来前香前香的 沙朗牛排可以选择熟度 我们选的是七分的熟度 我觉得下次应该选五分就好 中间吃的时候还会有肉汁 吃起来口感很柔软 可以蘸着海盐 一起享用很不错 当天最好吃的应该就是鸡腿排 表皮煎得相当酥脆 也是我到铁板烧店 很喜欢点的主餐 这要采雷的几率会降低很多 选用的是五骨鸡腿排 表层酥脆 表下口 还会有咔滋的效果 旁边会附上蜂蜜芥末酱的香甜口味 可以站着吃 原本我们以为最快出餐的松板猪 反而是最后才出餐 一片片的油花 相当丰厚 搭配着香煎蒜末 味道蛮香的 分量也不少 其实这倒是送错的 原本是隔壁桌送到我们这桌 虽然我们没有碰 但老板说 就请我们吃它 在另外做 分量大约以上四人用餐 总共消费1530 算是中等价位铁板烧 没有过多的调味 吃得到食材的原味 但如果蛋类再注意一下 火候会更好 我们下期再见